大家好 我是Harry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支腕錶呢 是來自於MZW的100 Design 那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呢 品牌為了慶祝呢 品牌已經推出了100款設計腕錶呢 就出了這個了 100 Design 這樣子一個系列 那這支腕錶也是品牌的限量錶款 它總共限量100支 那我手上的這支是93號 那其實它就從它的品牌當中呢 挑出呢其實最讓人 怎麼講呢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系列 其實它這一支錶 100 Design它的Base呢 是來自於品牌另外一支錶 Lesslav Lesslav我們之前有提過 就是一支骷髏頭 骷髏頭上面有牙齒的一個錶款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就是這一支啦 那其實這一支100 Design 其實跟這個Lesslav 其實做工其實是類似的 它也是一樣 利用牙齒 上排牙齒只是10 下排牙齒只是分 只不過呢在表面的設計上 融入了品牌 的一些著名的設計 例如你仔細仔細看的話 你看到這裡 這個地方有怪獸的頭 那其實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啃食怪獸 Number Cruncher 那有時候仔細看 這個地方也是老鼠 那這就是用另外一個 我們就是這個 貓頭鷹的Timewise 然後你如果仔細看 還會有很多很多的 包含我們講的這個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或者是說呢 我們之前介紹的 Time Traveler 等等的元素呢 大概有 將品牌基本上 之前所運用過的元素 盡量呢 濃縮在這樣子一個面盤上面 所以呢 它就是拼出了一個 新款的一個 綜合性的設計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整體的用色來講 是蠻colorful的 那只不過呢 個人會覺得 稍微表面稍嫌亂了一點 但如果說你本身是一個 Mr. Jones Watch 的愛好者的話 其實這一支錶 大概是他們全部 設計的極大全 極大全 那錶殼呢 一樣是採用品牌的 標準37mm的設計 然後呢 使用的是這個 跳石的一個機心 那我剛才提到 牙齒就是屎 然後這個下牌牙齒就是粉 那唯獨就是說 稍微有點 怎麼講呢 圖案稍微有點 嫌了一些 溫亂一點 但是如果說 把它當作是一個 怎麼講呢 是一個 對於你 喜歡MZW人來講呢 它其實是 算是一個 綜合極大全的一個作品 你可以從它上面找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元素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 這支100 Design到這邊 那未來 Harry還是會跟大家介紹 一些比較有趣的一些表演 謝謝大家 拜拜